神秘只是第二節 今天主題是敦煌 剛才提醒我 有位聽眾對於我們上集的呼籲作出回應 是火速的回應 這位在Facebook中英文是Chen Yen Park的網友 他立刻畫了Guru的符號 因為他給了我一個AI檔案 之後我和台長再研究之後 是否適當時間我們再看怎樣去理解 不是 這個Cahulu應該我們做手掌公仔 怎樣 做T-shirt已經很簡單了 隨便我 其實我昨天想 我自己印幾件T-shirt大家 當作給這位網友 但手掌公仔你出錢 不用那麼複雜 先說一下 不要緊 只是出錢而已 我覺得你做T-shirt可以的 好 我們跟你講 好 先說一下正式 剛才我們提及南區和北區 其實可以這樣 這裏上面其實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懸崖 我聽說懸崖的長度 即是高度 都達到20-30米 很高 裏面可以在上面 10層樓那麽高 如果不是做不到這些房間 這個就是南區 這邊是北區 北區會比較少一些洞 但可能因為人們覺得它沒有那麼多東西 所以以前就少掘了 近年掘了 就有些新東西出現 那你就會問究竟是什麽新東西 其實這個何故就應該多說一些 就是發現了 這個是敘利亞文的聖經 咦 它是什麽年代的 聖經的模樣 其實是一個書卷 其實是聖經B的部分 是詩篇 舊約的詩篇 沒錯 那個掘出來當然 其實當時沒有很多人知道是什麽 但是一看的時候 就懷疑是一些中東的文字 於是就交給有巴克的專家去看 發現原來是敘利亞文的詩篇 是的 而且它的字是用白麻紙 所以在那個年代的話 那個紙較厚一點 或者硬一點 就是剛剛是古代的時候 那些遊牧民族或者牧羊人 他們用這些紙可以寫完捲起它 就會容易補存 尤其是那些要下雨 又會曬下陽 我想就不是純粹記憶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詩篇是記的 但是可能是做一些祈禱的作用 沒錯 所以它隨時捲起 可以放上身 或者可能放在一隻羊那些地方 那有否考慮到那個年代是什麽時候 這個稍後會告訴大家 但其實是不一樣的 還可以找到十字架 嗯 是 OK 那你就會問有什麽出奇呢 第一件事是什麽呢 第一件事就是告訴大家 莫哥法裏面的這些動員 不只是佛教徒在裏面做事 是 大家知道的 其實道教也是在裏面的 是啊 但是呢 連基督教相關的都有 你說基督教是一個比較大的疑問 應該會再進行世界 還有另外有什麽呢 就是明教 是 它甚至在壁畫裏面 現在也看到它有很多拉丁文在裏面 所以 你會看到在那個時期 這個敦煌裏面 有很多不同的人 走過來那裏 用它很多不同的方法 就留下了他們曾經來過的那個線索 這件事代表什麽呢 那個時段的跨度 宋朝也有很長 很長時間 由公園的366年一路去到元代 那個前後大概是800年900年左右 在井上靖的小說裏面 他所說的就是宋朝 是宋朝 那時是北宋 考不到科舉就去了徐君 剛才何顧問的問題就是 這些聚里亞的聖經的遺文 是元朝的時候 你便會問一個問題就是 究竟實際上是什麽基督教的教派 很可能應該是警教 即是那些故事 實際上在歐洲那邊就不算是主流 因為被人打到歐洲裏面 要著草過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唐朝已經來到警教 唐朝也是遠朝 唐朝時開始有最多這些 由中東以西 因為唐朝就差不多 現在在YMCA也看到警教的碑 即是香港的YMCA 那個碑本身應該在西安 是的 那個碑林那裏 是的 但問題是 他在這個 某個碑本身找到的是 剛剛那個人的主場不是基督教 是的 亦不是警教 是吧 但是是一個中國宗教為主的地方 但是又有些人在那裏 放下一些東西 你可以想像到 那時是一個聯合國來的 在董王的洞窟裏面 可能其中有些茶窟 就是有很多人在那裏 大家可以聊天 例如你什麼鑑 基督教 其實那些沿東其實是旅館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相當知 這個理由不可以完全否定光男神 是的 其實可能是旅館 但我經常有一個疑問 其實這次有什麼問題 第一件事是怎樣洗澡 先怎樣洗澡 這個問過 因為那地方較為乾燥 它又乾又熱的話 你不是出很多汗 因為我未去過地方 你不是出很多汗 你又不需要這樣聯想 我想你覺得洗澡是一個問題 但它們和我們現代人不同 不需要日日洗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當它 有羅馬大佬 走成這麼長路不洗澡 那你先聽我說吧 它有種用沙的結淨法 它用沙 例如你有汗 你找一些柔軟的沙 去抹身 那裏也做了一種清洗的作用 那你真的 當那個地方 你用水來洗澡 你都一定是很節制 而且你要過去陸洲 剛才也說不是很遠的 不過去到陸洲的時候 多數都不是純粹想洗澡 喝了 載水來洗澡 然後再去洗澡 這樣就是為主的了 好了 你聽到這裏就去去去吧 說這些歷史 但有一樣東西很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究竟出現了這件事 有叙利亞文的正經 是否印證到 馬可·勃羅去不去過中國 今集突然間這麼豐盛 馬可·勃羅這個人 有沒有去過中國 就是有一個傳疑 馬可·勃羅那批人 那類人有沒有來過中國 就肯定是服務而聞 馬可·勃羅最後回去 是否要坐牢 這也是 你真是吵架的 他爸爸就是肯定來過 馬可·勃羅的爸爸就是肯定來過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有講講的時間 大概是忽必裂的時間 原初的時候 大概是公元13世紀左右 你會問這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近年 有人懷疑一件事 就是他根本沒有去過 是 馬可·勃羅 他就由頭到尾 就好像我們坐在那裡吹水 就怎樣呢 就是被人抓了坐牢後 就去沒有工作 跟那群人一起吹水 吹自己去過中國 又見過什麼敬人 原因就是 以我所知 其實阿花必烈沒有再過 他見過馬可·勃羅 他主要現在的歷史追查的時候 就是馬可·勃羅的爸爸 就是有去過的 一奉教廷的殲命 就過去了 就拿了一種物品過去元朝 就是在馬可·勃羅那裡 他也說他是跟隨他爸爸過去的 但是在歷史上 人們去追查的時候 就覺得 馬可·勃羅可能真的沒有去的 可能他真的聽他爸爸回來說的 然後他在監獄的時候 就說出來的理解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原案 不過是增加了那種 叫大家去追查的一種趣味 不過現在多數的 《祖先紀錄》 就是馬可·勃羅的晚年 不是很像我們之前聽的 是那麼伊甲還鄉 沒錯 坐牢 而坐牢 現在大家都開始接受這個版本 最初有些人就說 不是吧 又沒黑 你知道現在內地的網上討論 永遠是對這些神話式的故事 就有一些新版本的發現 甚至是惡搞的 有些網友的問題 大陸也出了幾本 馬可·勃羅真是晚年 其實他真的在這個監獄裏面 所以我們聽到他的傳聞 大部分都是他跟那些監獄的人 甚至乎那些獄卒 希望說一些好故事 換取一些較為好消息待遇 就是《1001夜》的男性版本 是的 但是剛才那個發現了敘利亞文之後 對這件事件有什麼新看法呢 因為馬可·勃羅在郵寄裏面說了 當時警教是去過那個地方 是 好了 那你接著問 是不是這個說話 引定了馬可·勃羅一定去過呢 又不是 可能聽到另外一些傳聞 其實有幾個可能性 第一件事 如果馬可·勃羅郵寄裏面說的東西是錯的 基本上我們肯定他沒有去過 照計就是因為他所說的東西 如果錯了的話 如果他身是奇景 就沒有可能 他所說的也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件事是他去過而見到這些真實的東西 第二件事是他沒有去過 聽到別人說這些真實的東西回來 他當作是自己寫的 只不過是一個好像聽回來的 而是寫過人 其實他是一個小說作家 好了 但現在基本上是什麼呢 接近了一個結論就是 如果你看了這麼多 即是去到公元2000年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寫的大部分是對的 嗯 還有可能有些問題 就是他譬如說一些地方 今時今日我認不到一些名字 未必猜到在哪裡 但基本上你看到框架本身 他收到的資料應該是準確的 這個反映到當時 如果他真的沒有去過的話 但當時很多西方的一些旅客 或者做生意的人 其實是來往這個思路 由西方去中國的那個是很平常的事 已經開通了這個路很久了 其實剛才幾圖說得很對的 即是當時來來回回 譬如由歐洲 即是說到遠到羅馬 一路走到中國的長安 其實是不少人的 但是走的可能 即是大家cover的路程 不是全部 只是其中一部分 甚至大部分 所以如果就算自己沒有經歷過 聽人耳語回來 基本上都會收到一些比較準確的資料 是 但是他在哪裏收到呢 問題是我們究竟他還是在意大利 那裏去聽他爸爸 叔伯兄弟那裏說 還是他曾經走過一段仔路 即是他以他的年紀 甚至乎的路程上 是去不了這個中國境內 即是他是不是去到大都這麼誇張 大都入北京 沒錯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 之前我們由漢和唐當時 都是用長安左右 或者用梁州那邊來做一個起點 不過這樣說 譬如說在元朝之前 事實上北京不是一個重要的 是的 但去到元朝的時候 後來他裏面說他去過大都 這個才是問題所在 如果他要聽一些平常人 之前去開的人去講 太多了了 但去到大都 那段路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去到 是去到的 因為已經是元朝 宋朝現在大家都看到 宋朝開封 原來是猶太城 已經有很多猶太人 那些猶太人做生意的旅客 所以宋朝已經有這些歷史 原朝就不難了 是 我們基本上 假設了 就算他沒有去過也好 裡面的東西基本上是可順的 但是另外一個 近年就更加難搞 因為原來在敦煌附近 其實又發現了很多西夏王朝的影響 特別有一個可以拿出來跟大家說說 裡面找到一本書 這本書的名字叫 《翻看合時掌宗珠》 你猜是什麼 是佛經來的 《翻看合時掌宗珠》 即是翻是翻來的 我就給你一些例子 你看看西夏 這些就是那些字 西夏文字 西夏文字 我聽說到現在有沒有人看得怎樣 有 請問余中夷教授 未必他會這麼聰明 但是很多俄羅斯 因為很多文物去了俄羅斯 尤其是這些卷籍 這些字 你看上去就有始終文字 不過沒有一個字 你認識的 我記得十幾年前 有位叫做什麼 畫家 寫了一堆東西 鬼打牆 不過那個是老作的 那個就是老作的 但那些字好像這些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 《翻看合時掌宗珠》 就是中文和西夏文字的字典 《翻》即是翻文 翻 令我們對今天的歷史有一個新的體會 觀眾一定是要求我們有神秘學的事跡 總會有 我在等你 但其實這個很簡單 究竟莫哥芙是怎樣來的 你說莫哥芙有這麼多個洞是怎樣來的 還是整個結構是怎樣來的 這個很簡單 剛才你說的那裡有幾個山 有些懸崖 人們就鑽了一些洞 但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有人在那裡鑽 我又很怕你說 為什麼有一個懸崖 會說一堆神話故事出來 話說不知為何砍了一刀 想要有這麼平滑的面子 這不是神秘學的 神話學的 誰知道你問那個人 因為他也挺神秘的 他是一個很平滑的一刀 好像一把刀切出來的 神話說不知怎麽是一場 其實就很簡單 因為莫哥芙有一個傳說叫三迷份光 其實這本書就用這個名字 不過他又沒有詳細說這個故事 這個故事就很簡單 其實在那裡沒有東西 但是很多人在那裡見到 就是一些叫做 藏似千佛的光出來 就是在這個莫哥芙對面 那個山的名字叫三迷 三迷山 在那裡看過去的時候 就看到對面的時候 就很多光和似佛光 如果相信的人就說 那裡真的有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但是其實如果用上色去看 就是是不是因為沙漠的海市巡流 對 光學的現象 接著很重的問題 其實是何謂佛光 如果上那個鵝眉山你也看到 是的 應該這樣說 其實你看到的時候 它應該不只是光那麼簡單 加起來還有在清晨的時候 我看到你也有佛光 也有一些其他反光之下 單純剩一種光的話 構成不了佛光的效果 在其他地方的反射之下 即是鞏托到那個環狀 有些嘩 這樣才像佛光 未必一定是環狀的 有時候是一種發射狀態 是的 總之是有些反應 三靈要佛光的可能就是發射狀態 是的 他在那裡其實就是一個和尚 我想在那之前其實很多人都見過 但他去到之後就覺得 在那裡可以開始一個參禪的地方 於是首先在那裡開始了 但是接著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邊鑿 一邊鑿 鑿到怎樣呢 就鑿到開始就有sponsorship 即是供奉 即是你sponsor 有些貴族就給錢 對 然後就在那裡鑿 我們就在上面做個名字 找一個 俄國也要畫一下東西 對 寫一下字 也沒有找俄國 找MC人類的 對 沒錯 是對的 MC人最好的 那裡面多到甚麼呢 還沒有一位得道的高手 做一個這麼厲害的創舉 就是真是鑿一個洞 可能那些人平時都會在附近 可能在一些平民的地方 去做一些冥想 甚至乎有其他文化討論 或者那些地方 因為有這些神跡的出現 大家也會在那裡聚集 我們經常會去烏龜石 或是求姻園 已經聚集了一班人 他們不是長住在那裡 但到時候都會去那裡 做一些祭禮 一個祭禮 一個祭禮 變成了一個小的市集 其實就不止剛才你說的那些修煉 因為近年發言考 就是考古裡面 原來有很多人有煮食 所以我剛才說一個新的構思 會根本是一些酒店 即是國際的洞窟店 是的 當時聖殿騎士團的時候 隨便圍了一個地方 讓那些去朝聖那些人 有一個地方可以居住 實際上那裡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肯定有這種裝備 例如你在那裡站住 就算你出去那裡有很多風沙 你可能在那裡作為一個短暫的停留 就拿一些物品 準備去休息一下 就是那個地方 這是一個很好的市集的位置 是的 但何時開始做到 就會製造的懸崖 變成一個動月形式 我想不是的 剛才你說的 剛才你剛才反過來 其實是首先製造的 越製造就越多 接著那個用途本身就開始多人化了 是的 甚至有些發現近年是怎樣 近年這一年發現 裡面除了煮食之外 還有一些骨頭留下 那裡當作是醫院 當作是場面的地方也可以 不是場面 是可能有人在那裡燒烤 那些骨頭 我以為是說那些人骨頭 八年貴老 有 都有 四季尾那些人 都有 其實如果你想想 雖然我剛才說到 用了一個交通重鎮來比喻 其實亦都反過來 去到那個位置 天氣的轉變都很頻密 甚至乎很無常 所以變成中間 你想想一個舉例 等於一幢二十多層樓高 大家幻想一下 當中有些達官貴人 可能住得比較漂亮的地方 窮人住得沒有那麼好的地方 然後之後呢 這個有錢的住高一點 住低一點 應該調轉 我剛好想跟你說這件事 高是冷一點的嗎 高的那些 其實大問題的問題就是 其實他是不是單純靠乘索 拉著下來的 很難說的 補充一下 台長他剛才的提及 這本書很棒 這本我是研究飛碟學不用的 他也提及了很多個洞窟 製造的那個年份 大部分都找到出來的 應該在一個西魏的大統時期 差不多是六世紀的時期 有一個叫東陽王 這個叫袁榮 他是擔任了瓜州設施的那時期 是最活躍的 那時期他自己也是提倡 亦都給了很多資源 被人建了很多這些洞窟 甚至那個年份都寫出來的 在那些壁畫 那些文獻裏面 是找到的 Sorry 真是像新界的地方 他建了一間屋 屋上寫著1973年 這些洞窟可能就是 所以當他細心去考慮的時候 有很多年份 他們都是找到資源 真是 這真是很有系統 現在他發現大部分都是在六世紀的時期為主 當然有些先後的資訊 但是在525的期間 差不多二、三十年就最多 這是一個資料 是不是當時的地產項目 你不可以否定高能性 因為當中我們不斷說 其實你看到很多除了宗教的資料之外 還有很多民間的信仰 還有民間的習俗 很生活化 其中一個例子是甚麼 其中有一幅畫是畫到唐朝人結婚的時候 原來是怎樣呢 原來當時是新郎要跪 而新娘是站在那裡的 難道是武則天的時代 你猜中了 可能這個年代就是武則天的年代 單憑當時的兩性關係必然是怎樣 但其實如果你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跟我們對傳統的印象有極大的偏差 反而我做了一些調查 我好奇另外一件事 就是它裡面流傳了一些錢幣 有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 為什麼呢 錢幣也籠統了 不同的貨幣或不同的代表財富的東西 因為如果由最遠估的時候 可能是不會有一個國家做到錢幣出來的 可能是靠黃金 或是靠其他代表到一些價值的東西 然後到了錢幣是否可以很清晰看到 是中國 或是它帶著羅馬或其他地方 拿著這些是更加可以確實 去證明到文化交流 很厲害的 我告訴你 有些人說去到那個地方 就是在那裡走的 地上都有很多錢幣在那裡 而那些錢幣隨時都可以有根有據 知道什麼年代 當然 如果你說到這裡 其實是一個大家想到很明顯的推論 或者是很明顯的推論 究竟是否沒有補藏 這個問題其實… 其實是鑽其說有的 其實這個問題相當有趣 但事實上歷史上是有人懷疑 在裡面拿了一些東西 究竟是誰呢 我們第三次回來再說 好